活猪绑安全座椅做撞击测试 中国实验遭抨击 近期流出令人不忍足堵的照片显示 中国用活猪当作撞击测试的假人 这项研究结果 今年1月刊登在国际耐撞性期刊上 据都市日报报道 15只约70到80天大的猪只 要先挨饿24小时 接着被绑在儿童安全座椅上 进行撞击模拟 中国科学家辩称他们使用猪只 是因为猪只的解剖结构 和人类儿童相似 这些猪只是被用来模拟6岁的儿童 根据研究 在撞击中有7只猪只死亡 其他的猪只在撞击测试后 也活不过6小时 这些猪只受到擦伤 挫伤 撕裂伤 出血和骨折 早前美国也会使用猪只 做撞击测试 不过在受到动物神异团体施压后 在90年代便停止使用 善待动物组织 PETA等动物权益组织 都谴责这项实验 并与中国交通医学研究所联系 北京对于人权这么关切 相信PETA的行为 应该能够阻止中国所有的动物实验吧 都谴责了 都谴责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